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这位大爷是老一代的大学生 人民银行工作 局级退休 您今年高寿啊 24岁过了 是 大爷您是大学生吗 是 我是奴城山东教东的 出生的 也不是很聪明 我21岁才上大学 您怎么上了大学 我占了我父亲的大的光 我父亲是1941年入的大 他就在外面工作 他就帮我带出去 也是做的革命工作 是 带革命工作 我现实要显得我参加空运 后来我的肾眼睛不好 所以眼睛不行 后来就留宿一个肾 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去学俄文 到苏丹区你得懂俄语啊 您在外国语学院您学了几年了 学五年 后来没学俄语 反正学英文了 是 那大爷那您能讲两句英语吗 哎呀 真的 你懂英文吗 那一般 你说what's the name 你是指的一个东西 你还不说这个意思是吗 你要是问一个人的话 你应该说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真厉害啊 而且别你别不说是厉害 厉害啥呀 发音太标准了您这个 北外那是 你记得前几天国 一百零八十一国师的 那个老太太吗 他就是给我都给我们讲上过课的 那大爷那俄本您还记得吗 哦 不多了 那您来讲上完大学之后呢 按照国家的计划 分配到哪里 就到哪里去了 我是分配在人民银行 一开始就在归台上接待客户啊 一开始 那时候人民银行都是一大价子 现在的母航 共商银行 中国银行 那时候都是一起的 我那时候就分在中国银行 对我营业不务 那时候的地址呢 是现在东郊民乡 那个地址给了这个公安局 那个楼都拆了 他盖了个新楼 在中国银行干了好多年 后来这个出国到巴基斯坦 到英国到香港 后来八十年从香港回来 在走中国银行 走银行 带了几个月 到国家外汇管理区 到九一年还是九七年 到一门银行 从人民银行退休 大爷那您当时退休的时候 您是得局地了吧 是的 副局节 副局节 太佩服您了 你是你用这话是要引用我了 说得更多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真心的挺佩服 因为在您这个岁上 您这个工作不是也挺好的吗 我这工作还要您这个会的多呀 哎呀 很多东西可能我会的不如你的多 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我连手机都不用 大爷那您现在的养老待遇 在一万五左右 大不了 通过大爷的经历 我觉得知识能改变命运 您觉得呢